江泽民统治的事实 对我党 我军 我国各族人民 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全国各地广大干部群众 沉痛哀悼 深切缅怀江泽民统治 大家表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凝结了包括江泽民统治在内的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心血和奋斗 前进道路上 一定要更加自觉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江泽民同志逝世的消息 让全国广大干部群众沉浸在悲痛之中 江泽民同志1947年 从上海江中大学毕业 今天全体交大人 怀着无限的敬重和敬仰之情 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 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 永远教育和激励一代又一代交大人 把交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江泽民同志逝世 我和同事们深感悲痛 江泽民同志参与了中国一气建厂创业发展的重要历程 让我们的民族汽车工业及时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我们一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扬州是江泽民同志的故乡 家乡人民对于他的去世表达深切的哀悼 江泽民同志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家认为 江泽民同志是我党 我军 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 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 将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前进 江泽民同志尊重实践与时俱进 总是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契机 推动三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 我们要接续奋斗 全力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能工作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991年江泽民同志来我们社区视察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表达我们的悼念 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 团结奋进攻坚克难奋力走好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江泽民同志总是把党和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依据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检验和推动工作 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将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前进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号召 团结一心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 江泽民同志对特期的建设和发展 去到了重大的制造作用 打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继承先辈一致 迈上新征程 我们要把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团结奋斗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把思想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紧贴居民所思 所想 所判 多为他们办好事 办实事 解难题 今天 香港 澳门各界人士 沉痛悼念江泽民同志 表达深切的怀念和哀思 我们三次不愿为港泽民同志 定当将悲痛化为力量 捐绍好香港 捐绍好国家 首先感到十分悲痛 我相信澳门港大居民 都会在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里面 会继续努力 希望能够实现到 对于国家统一大业里面 作出更加新 更加大的 一些重要的促进的作用